台东有条博朗大道 在高雄的三明区安吉里 也有一条榕树大道 被当地称为摇山大道 是里长庄荣园吉利争取 和志工经营维护之下 才有今天的样貌 整条大道绿油油的相当疗愈 特别受到里民的欢迎 还有更多关于安吉里的特色点滴 都在2月8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 公立河里仔 扫进两旁 种满浓密的榕树 形成绿色 林荫大道 绿油油的让人心情好开朗 这里是三明区安吉里 里长庄荣荣 特别引以为傲的摇山大道 当初高雅店已走后 坚持把榕树留下 才有如此美丽风景 我们本里的里民 有一个汇部 那个呼吸的地方 所以我只要整个那个事物 我就想一想 就怎么来规划 怎么来把它改进 所以变成现在的 我们的摇山大道 就像我们台东 台东市的那个博朗大道 临近50层楼的安吉里 是不折不扣的市中心闹区 不乏许多特色大楼 其中最让里长津津乐道的 就是这栋 有着南洋度假风情的艺术大楼 无形中影响住户品质 提升社区 组织涵养 来买的人 最近住在那栋梁的 那栋梁文化水准都非常高 有医生 有教育 有老师 还有一些生理人 整个大的人 那种环境也好 分出人那种 人的文化水准 随着环境而提升 所以那栋梁里面 真的那个 那个栋梁 住在栋梁 安吉里庄园龙里长 做人热情大方 并且长期深耕在地 为社区服务已有数十余年 期盼里面团结一心 把安吉里带向 幸福乐活的一区社区 还有更多关于 安吉里的点滴故事 都在2月8号晚间9点 准时播出的 公立后历灾 港督新闻 李嘉隆 罗绍军 采访报导